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错我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花肉说买了你家的泥炭桶 谢谢花肉的支持 问一下能用真珠岩铺面吗 直接铺的没清洗 这个不影响 但是用真珠岩铺面的话 一浇水它容易飘走 这个铺面是不影响的 有这个花肉非常值得赞扬的一点 不是说买的东西我夸他 你可以看这个 人家用纸箱三面割开 然后用一些油纸布 塑料布 给遮起来 做了个什么呢 叫保温箱 你看人家做的这种保温箱 它就很经济很实惠 它不需要花钱买了 你看基本上到处捡捡就能出来了 你还说哎呀 万一你没有大棚 你看人家 人家这也是千叉的 你看活多好 现在花手局顶牙冻掉了 怎么修剪 顶牙冻掉了好事 我们家的就可以卖给你了 可以剪 你也可以不剪 顶牙冻掉了以后 它下面还会支 你可以现在也可以重剪 也可以轻剪 就随便你怎么剪 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都是随便剪 锈球的修剪 都是这样的 好吧 别的没啥 不要再二度的冻掉了 有的话说 老花一 为什么辽宁不给我们发货 为什么这边 你就像我们现在 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顶牙 发货 我就怕路上给冻掉了 冻掉了以后 就跟花手这样似的 不麻烦吗 少开十几个花 好吧 嗯 没事 下个话说 老花一看我绿罗咋的了 你的绿罗 有点想不开了 这是长时间的缺乏营养 错吧 另外绿罗就不要给它强光爆晒了 绿罗不喜欢强光爆晒 就这种 温柔的一个闪光就够了 另外这种黄了的你可以修剪掉 修剪掉以后它可以再长新的 绿罗就像女人的大辫子一样 剪了还会长 就是需要时间的事 该补营养的补营养 好吧 另外的话看一下温度 绿罗不喜欢很冷 一般零下五度以下就凍死了 尽量的维持在五度以上 别的没傻了 加个臭包 这个罗马羊干局 最近十几度 老鼠经常搞破坏 就收进来了 有点倒下了 还有点慢慢的变黄 这就是有点气温的一个冷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点的那种感觉了 正常的给足一下光照 对吧 该浇水的浇水 该施肥的施肥 黄叶子就剪掉 让它长新的 这个别的没办法 下个臭包说 老鼠你看坐标四川 银黄后叶子发黑 还发皱 这个呢就是有点水大 不排除有一点点小冻伤 不排除有一点点小冻伤 你光说这个浇水 见干件事 有这种发黑的 一般都是冻伤的 这个东西一般低于15度以下 那就停止生长了 一般8度以下就有冻伤的风险了 估计成都那边 现在也得再8度以下 可能就有一小点点的那种有点冻 另外呢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黑掉的叶子也不排除是肥大 就是你千万不要用过多的肥 用肥的时候是在植物生长的最旺的时候在用 植物生长的不旺就不要用了 最后一个话题比较有意思 这个话是问的 他说阿布您好 我是一个大学生 现在参加一个科技创业比赛 想研究一个自动浇花神器 他说传统的浇花神器有什么不足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到自检吧 浇花神器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了 已经有很多了 还有很多的仪器了 我觉得呢 它们就是一个是造价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能够切合实际的 去了解这个土壤的一个干湿 来判断水量的一个大小 你首先了解的是什么呢 这个植物在略干一点的时候 它会刺激它根系发育 只有在透气的时候根系长得好 所以实际上根系长得好呢 一个是透气 一个是干湿循环 大部分的一个浇花器呢 就是盲目的去滴答滴答的在滴水 它不能达到一种什么 根据温度或者是干湿度 来控制自己出水的量 这个现在是没有的 这个是比较空白的一项 或许也有啊 可能是我知识面达不到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更多的 还是以人工 你指着科技去替代人工呢 还是不太特别现实 但是造价也很高 你像如果说真的研究出一款 浇花神器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多用一些个 关于物理的一个热胀冷缩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干湿度的一个监测 类似于毛巾 就要用这些个 比较简单粗俗的一些个道理 更多的是靠 精简 性价比实用 这种路线我觉得才是更好的 或许你能研制出一款专利产品 来到时候或许我包里面有钱的话 可以帮你投产 加油 加油同学 未来还是需要知识 来改变这个社会的 加油好了 吃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其他养花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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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